我问一下你个车买的是二手的还是新的 二手的 多少钱买的呀 3万多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熊 给大家看一样东西哈 这是什么 当当当当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哎呀打不开 哎呦我去 哎呀你牙啃吗 看到没有 我这么大的月饼 给大家比下我的脸 呃这什么鞋都有字啊 给大家比一下看一下我的脸 大不大 我觉得我给我妹两个人的脸加起来都没有太大 好重的 这是我们家一位大哥送给我的 然后昨天 快递加急坐飞机 过来你下的哟 实在说现在中秋已经过完快一个月了啊 但是呢我们家大哥还是想着我的 哦太感谢他了这个大月饼 我还第一次吃这么大的月饼 然后现在就把它拆开吃吃看 看好不好吃 什么写的啥字啊 在哪啊 五人金腿 哇还是金腿哎 五金酒月饼 五人金腿 哇它不是一般的月饼哦 哈哈哈哈 你看 它怎么下不来啊 你睡点啊 你小心把你睡了 哇这哈哈哈哈 好软啊这个月饼是软的 这咋吃啊这 那有刀啊 它还算有刀叉啊 你不是应该告诉我用嘴吃吗 我哪他妈没醒 那当然有人问了 为什么中秋节不吃月饼 这中秋过了快一个月了 现在才吃月饼呢 哎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中秋那会儿正在戈尔木呢 1097张线上你们懂的 有疫情 所以的话快递过不来也受不到 所以就只能现在到宁下才能吃上月饼呢 不管怎么样 感谢大哥有心呢 咋啦 乡亲专场 我们不是来乡亲的 我们是来看小爱的 我们来吃肉的 吃到乡一下吧 对我们来吃肉的 哈哈 两个人还要站一起一点 大家看不到 大家好 我是二号男嘉宾啊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怕死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面蹬了吗 面蹬了吗 哈哈 然后今天来看小爱 知道吗 本来来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 你们都不敢相信 他刚刚去洗干净的 用最短的时间洗干净的 是吗 已经快收拾过的 已经很用心了 对 用心的 哦 我知道了 你就是那个 别人在厕所里限车 然后去拉车收费的那个 拍那个视频的小粉吗 哈哈 还真是那个小粉啊 我无意间刷到过你的视频 然后完了之后就别人 然后别人就说你嘛 你不应该扰乱市场 是这个意思吗 你是免费帮别人拖的 然后别人要收费是吗 不是 那就是一个坑 专门坑游客的 哦 他坑了多少个游客 不知道 然后你就把人家的坑给钱了 我就把他们送进去 哈哈哈哈 送了七个进去 送了七个进去 就是送到里面关系来了吗 要面临罚款吗 嗯 至少正式会不合格吧 那你把他们送进之后 你有没有考这个后果 万一你要是被他们报复或怎么样 有没有想过后果 没所谓啊 怕啥嘛 给你点赞 怕啥来啥 就是这样 就你你你这样子的话 游客会很感激你的 因为我知道他们说那个坑是他们故意设的 就是为了坑游客的钱是吗 对 给你点赞 就凭这一点给你点赞 给你点赞听到没有 我先向你了 你这个东能量吗 你这个东能量吗 量个半盏吧 要半盏了 有希望了 哈哈哈哈 咱们加油 小爱他们在体育场这边住呢 然后 他都不能住呀 哇 烤肉 不限鸳 不限鲜 只限小爱同学的每一天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不美 我是多久没有离 我是脱离了城市多久啊 现在外卖这么牛的开车送 我过来外卖 哇 老板我要吃可可汤 是 哇 来谁买的 这是个人才啊 真的是人才啊 这是人才 哇 我第一次见他的车耶 可可汤 那你晚上睡哪里啊 晚上就睡这板子上 睡这些板子上 对这个板上 可可汤的一块钱啊 真的是 旺仔牛奶 我要喝旺仔牛奶 我要喝旺仔牛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的天哪真的有 他这个真的是有财哦 你看这个 他真的是个杂货铺啊 卖什么东西都有 你看 已经暂停营业一个多月了 哈哈哈哈 就是暂停营业 终于从荒漠出来了 哈哈 那你到了城市 是不是还继续营业 不营业 也不营业了 城市不营业 因为他们城市 本来就有卖这些东西的 我是 就是那个地方没有的东西我才卖 比较无人区 他们没有商店 我们卖商店 是 如果说像 像在一些有的地方的话 我可能会做一些文创的东西 就是他们没有的东西 我会去卖 我看过你做那个秋枪的 好浪漫哦 我本来做了一个船 准备过去的 然后工作人员说太危险了 你让你过去 不让我过去 所以就 没去 他这里面宝贝挺多的 你说之前是做什么的呀 我之前我做客栈的 做客栈 嗯 我发现你的手工 制作特别厉害 主要客栈太多问题 太多毛病了 属于电工啊 什么通下水道 属于日常操作 那我们是同行 我以前也开过客栈的 但是不好意思 已经那个 亏本了 那不是一样吗 那不是咱 咱都是属于一样的吗 哈哈 所以都是有梦想 有理想的情怀青年啊 那再介绍 介绍这个车子的特点好不好 这个车是你买来的 一个二手车吗 买来二手车 然后自己改造的 这旁边是我改造工具 我这个是货车 没人查吗 我收货车 还有气泵都带了 气泵也带了 昨天我就是用这个来修 啊 修车的工具 哇 它又催化坏了 催化坏了呀 昨天 吃好了吗 需要帮忙吗 明天再清洗一下 明天再自己清洗 好吃 你的账号叫什么 旅行手工匠 旅行手工匠 又改名字了 你之前不叫这个名字吧 对 因为我之前 他们是根据我车的颜色嘛 但是因为我现在是想做一个手艺人 所以做一个工匠 我之前做客栈的事也是叫阿将 你是哪里人啊 自传自贡 真有才 这是 这是那个波旭里亚的一个风格 那你这个上面挂的是啥呀 是一个小丑 哦 现在看行 你自己做的 不是 买的啊 我以后争取自己做一个 因为我在路上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嘛 我比小长级挺晒的 对 真的 就是有点黑 哈哈哈哈 我们在无人区带了一个多余 刚才才洗脸 真的啊 也一样我们也是 我们也比较黑 晒黑了 都是无人区过来的 你们那边还有水吗 你们那边是在昆仑山那边 对 还能有水 我那边荒漠无人区 除了啥啥都没有 我有水 咸水湖 一起全是盐 哦 他这个真的很有情怀呀 他这个收纳箱做的挺好的 看到没有 一层一层一层的 这小伙儿应该很会收纳 我问一下 你个车买的是二手的还是新的 二手的 多少钱买的呀 三万多 三万多 我觉得你现在这个车金是个宝贝了 不过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三万了 这个价值他只能给有情怀的人 在他眼里值钱 你给普通人你给他一万他都不买得到吗 对 知道也是 他直接就是车是他的情怀车有价值 我觉得这个车真的是已经是一个宝了 看这个月饼已经切开了 向小爱先藏一块 好吃吗 小爱 好吃 你把手机拿开吗 好吃 好吃吗 好吃 先给你试个读 可以下火吗 你咋又上火了呀 那个什么火腿 多吃一点 五人火腿月饼 它不是火腿 它是月饼 他们说是金酒月饼 这个贵 对很贵 你穿金酒月饼是吧 对 是的 我大哥送的 好点吗 好点 我切到这儿不均匀 切的不是很好 来小哥哥 谢谢 给烟尖留点长点 好我等下再拎回去 我只是拿来给你尝的 不是送给你的 好吃吗小哥哥 好吃真的好吃 我喜欢吃 好吃吗 小罗 好吃 好吃 很好吃 现大 对 真的很好吃 满满一口满满都是料 看这个月饼 大家一时都说 这个月饼好吃 吃完了 在这儿聊一会儿 等会儿就准备走了 谢谢